今天由全国总工会主办 北京市总工会承办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移动体检专项工作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启动 新厂为参加活动的 1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 提供了包括新电图 彩钞 肝肾功能三项 以及肿瘤标志物 癌症筛查等重点检查项目的 健康体检服务 我们户外工作者 每天在室外风吹日赛的送单 对身体的健康程度 对身体的要求非常的高 我们到医院检查的话 需要一定的金钱 还有最主要的是 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排队 现在这种移动的 检查身体的这种形式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好 2021年以来 市总工会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免费体检工作 纳入市总工会 我为职工办事室实践活动重要内容 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 为快递员 网约配送员 网约车司机 货车司机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开展免费体检7.2万人次 北京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兹计划